我是一座朴素的大山 我的名字叫齐 今年的清坛大会在我身体上举办 我对这帮小屁孩没什么要求 只求他们 别射箭射歪就行了 哎我去 又杀我一下 那一座屹立不倒的山 我见过了太多的人 看过了太多的事 我的眼光一向很准 这个躲在这里偷偷练习的小伙子 我就很看好他 你们听 闲音刚进 破空有力 你们看 这孩子刻苦认真 谦虚谨慎 相信在大笔之时 一定可以一飞冲 哎呦我去 又杀我一下 没关系小天使 我依旧很看好你 相信凭借你的努力 以后肯定是 威名正正 当然了 我还发现了一个 很有灵性的小伙子 这飘逸的长发 这潇洒的风衣 这灵性的眼神 我期待他 一张嘴说话 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要是有人能指一下路就好了 什么 顽利 你们上山的 都是修仙之人 居然想着 有仙人给你来 仙人指路 你是魔鬼吗 小天使 射他 呀 身手这么灵活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啊 相信他可以 在大笔之时 一飞冲 哎呦我去 又扎我一下 我身为一座沉稳的大山 经常被人射来射去 表示十分生气 你们温家的家主呢 给我叫出来 咋的你们射箭大笔 你到底是笔射靶子呀 还是笔射我呀 咱们能不能设立一个规矩 射空射在我身上那种的 咱们就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哎 想不想 射空的 咱们放黑色烟花 做标记 射中靶子的 你们爱放啥放啥 骑山清谈盛会 射议大会 射错 射空 生黑焰退场 开始 你们这把小宅子 我属于你们 堂 身为一座饱金沧桑的大山 我的眼光果然没错 这个小魔鬼果然善射 看来是个滑步骚光了 这骚操作真的是一个接一个 小魔鬼 这个操作比你还骚 你用什么操作 秀回去